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甚至已经可以称得上恐怖了 而男主为了能攻略他们也是非常彪悍 连命都不要了 漫画名《我的现实是恋爱游戏》 男主长谷川25岁 某天睡醒后突然发现自己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块数据面板 上面不仅能显示男主的基本信息 还有一些其他数值 例如体力值 魅力值 经验 等级 琐事金额 道具等等 不仅如此 男主还尝试用手触摸面板内 甚至还有存档选项 简直就像游戏一样 男主试探性地存了个档 然后选择读档 没想到时间竟然真的回到了刚刚的存档点 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的现实生活变成游戏了 再次回到初始界面 男主发现自己的金额减少了十万 其余没有任何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 每读档一次就会减少十万元 接下来他点开商店页面 各种商品出现在男主眼前 侦察器 睡眠喷雾 相机望远镜 侦察器 使用对象若微女性 则会出现相对应的攻略情报 女性 攻略 好家伙 居然还是个Gail Game 男主内心狂喜 他二话不说 立刻买下侦察器 刚好路人妹子一号路过 这不得实验一波 男主只用盯着实验对象 数据面板就会显示对方的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 年龄 身份 攻略难度等 貌似住所与电话 会随男主等级增加来依次解锁 不过这路人妹子没有攻略情报 也就是说 她不在男主的攻略范围中 既然如此 男主立刻更换目标 她盯上了路人妹二号 英警 三十岁 已婚 啊 这次是个人妻 攻略难度一 电话住址未知 情报跟丈夫关系不好 背地里与多名异性来往 这个英警有攻略情报 也就是说 她是可攻略对象 那么就拿她练练手吧 光是有侦察器这一个道具还不够 男主又买了万能钥匙与湿棉喷雾 他的计划是 尾随人家到家门口 然后用钥匙开门 再用喷雾迷晕阴 呃 这个攻略方式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按照计划 男主来到人妻家门口 用钥匙开门 安静地走进房间 然后就看到了 只穿着内衣正在看电视的人妻本人 这时空间突然静止 男主的视野出现了两个选项 选项一 说明自己不是强盗让对方冷静 选项二 使用催眠喷雾 男主选二 于是呢 人气就晕倒了 晕倒后又出现俩选项 一 直接上 二 像绅士一样的搜索房间 开玩笑 这可是Gail Game 当然是要绅士一样选一了 然后呢 男主就达成了被FBI破门而入 最后光荣蹲大牢的逼翼结局 所以各位 咱们在做选项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还好有存档 男主直接读了个档回到初始地点 虽然没有蹲大牢 但他之前重金购买的道具全部消失 你看 这就是不积极存档的下场 除此之外 男主还收到通知 如果不再规定时间内通关游戏 肉体就会死亡 行吧 重开就重开 男主这次学乖了 懂得先暗中观察观察 他等了半天 等到人妻出门后 他才偷偷溜进对方的家 这女人家里还挺大 空荡荡的 尤其是客厅巨大的冰柜 就这么摆在那儿 显得有些诡异 茶街上放着好几封欠条 看来这人妻还深付不少的债 男主继续调查 里面还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人妻的卧室 另一个估计是他丈夫的书房 书房感觉很久没打扫过了 桌子上都是灰 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也只有一份 这女人极有可能与丈夫分居了吧 正当男主还想调查些什么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动静 感觉有人回来了 男主立刻躲进卧室衣橱 一男一女开门 走进客厅 原来是人妻带着他的出轨对象回来了 这俩搂搂抱抱就朝卧室走来 男主慌得一批 还好这俩先打算洗澡 男主这才逃过一劫 趁二人不注意 从家溜出来了 现在男主大概知道 锦英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 第二天他从账户取了一大笔钱 然后存了个档 盯着女人出现的时机 假装在他面前摔倒 钞票满天飞 人妻一边帮男主捡钱 一边暗自窃喜 对方是个有钱人 有钱人的大腿 不得抱一下 于是人妻邀请男主 去他家里坐坐 正好 男主也将其救济 果然这女人 一回家就把衣服脱掉 眼看马上就要黄油走向了 这个时候 女人给男主端来一杯水 男主也没怀疑 直接一杯下肚 下一秒喉咙就开始灼烧 痛感 扩散至全身 再一看人妻 哇 这女人的画风 正在狂掉散植 这一波谋杀 是男主没想到的 不过还好有存档 在被毒死的前一刻 男主再次选择毒档 时间回溯 一回生 二回熟 此攻略 非比攻略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恋爱游戏 而是更加异常的游戏 按照之前的套路 男主再次被人妻邀请回家 在喝水之前 两个选项出现在男主眼前 这次 他当然不会选择坐着等待 他选择了第一个 闯进丈夫的房间 看着男主静止走向书房 女人慌了 他试图阻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接黑话 化身菜刀女 真人版闪灵即将上演 关键时刻 男主使用睡眠喷雾 让人妻睡着 这样一来 最后再报个警 应该就攻略成功了吧 不过这个大冰柜可太奇怪了 男主一打开 里面是一具 冻得僵硬的男性尸体 真是个满肚子坏水的人妻呀 后来男主擦掉了 自己留下的指纹 报了警 至此第一位女性攻略成功 男主获得500万奖金 经验等级上升 商店上新了更多道具 侦察器也解锁了 电话助纸功能 同时第二名攻略对象 也正式登场 黑肠植玉姐 珠峰深雪 攻略难度 D 年龄23岁 职业经纪人 攻略情报 管理着很多男人 且拥有很多男友 亲自主持可疑的社交派对 并与这些派对纠缠不清 这个黑肠植长得非常好看 身材也超棒 但现在男主有经验了 知道不能光看颜值 你看上一个人妻 外表美人 背地是个病交女 男主还差点栽在他手里 所以对于第二个攻略对象 男主决定先搜集情报 他跟踪黑肠植 看见了他跟几名男高中生的交易现场 然后买了个透视望远镜 找到了对方住址的门牌号 扮成快递小哥的样子 趁黑肠植开门的一刹那 使用睡眠喷雾 让他陷入昏迷 接下来 男主闯入黑肠植家 开始大致搜一波线索 在房间内 男主发现了一张照片 以及一本可疑的日记 内容似乎在哭诉校园霸凌 除此之外 男主还在黑肠植的钱包里 翻出了一张印有 请加入派对吧的名片 下方是联系电话 估计是关键线索 男主记下了电话 把钱包里另外几张名片 揣进口袋后 立刻溜出黑肠植的家 在路上 他又遇到了一个小可爱 用侦察器一看 攻略级别竟然是A 其他信息未知 这个小可爱 虽然看上去年纪很小 但给人的感觉非常难缠 男主也对他的身份 保持高度警惕 晚上男主拨通了 那串可疑的电话号码 随便选了张名片上的人名 说自己是被对方推荐 想要加入派对 电话那头自称是负责人墓园 他表示 要等男主通过面试后 才能获得资格 双方在电话中 简单约了个时间地点 第二天 男主来到现场 结果发现坐在那里等待的 竟然就是黑长植本人 黑长植也不是个好对付的女人 反正男主跟他一番对线后 才总算获得了进入派对的资格 尽是能进 但就是一共要交一百万的入会费 之后每参加一次就要交一百万 属于是非常暴力的交易了 没办法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 男主只能缴费 但其实这个所谓的派对 就是大型多人运动场所 主办方是黑长植 以及他背后的黑帮 目的就是为了 让各地有名有识的大人物聚在一起 组成一张新的人脉网 借此来巩固各自在社会里的地位 神奇的是 男主在那个派对里 还遇到了之前的小可爱 幸亏有小可爱在场 男主才不至于被灌奇怪的药 至于这个黑长植 男主在后来的搜查中终于发现 当初在黑长植家发现的日记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日记 原主人是沐原 而真正的沐原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沐原跟黑长植长得非常像 但性格完 所以 而这个黑长植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干脆顶替了沐原的身份 当时跟男主打电话的负责人 其实就是黑长植本人 他拿了沐原的名字 伪造了沐原的身份 再加上二人几乎一致的五官 就这样一直隐瞒到今天 之后男主使用变身道具 变成死去的墓园 半夜到黑长植那里偷家 黑长植被吓得不轻 最后出门被射创死了 然后呢 系统显示黑长植攻略成功 所以 果然你们这个攻略 指的就是物理攻略是吧 总之 本作虽然男主的任务 确实是攻略妹子 但完全不是走的是恋爱喜剧像啊 反而是惊悚悬疑类型 还有之前提到的小可爱 这妹子可不简单啊 他其实是认识黑长植的 倒不如说 黑长植其实是他的手下 而且攻略等级还是A 估计他背后的故事 应该会更刺激一点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搜索后续内容啊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